大帝说要有光 于是天亮了 大帝说要爱护人类 于是护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动词 李毅大帝 他究竟是亿万屌丝心中的神 还是亿万个神中的屌丝 他是蹦步回旋的发明者 他是大帝称号的拥有者 说到网红大家都不陌生 现在各个自媒体平台都在积极网络各大知名网红 像优管B站抖音上的知名网红动不动粉丝量就达到百万千万 由于粉丝经济的利益巨大 甚至衍生出了专门打造网红的公司MCN 现在大家见面互相介绍的时候都会加一句 我朋友B站百万粉丝的APP主 可想而知网红已经变成了现在日常生活的常态 可大家还记得互联网刚刚普及时的初代网红吗 他被当年的网友称之为大帝 是百度地霸创建的源头 吊丝白富美 你懂的地霸出征 村草不生等词汇均是出自于地霸 在第八鼎盛时期 奇巴奈活跃的网友高达三千二百多万 有百度如浮工之称 哪怕是在今天能得到三千二百万人的关注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更何况在那个还不是人人都有智能手机 电脑也还没普及的年代 能有千万人的关注 可算的是妥妥的中国网红了 甚至有人还模仿司马迁的使劲 给他放写了他的个人传记 叫大帝本记 而他最出名的语录是带有吃意的天亮了 和得有极度自信的我的护球像亨利 除了网络 就连传统媒体对他也是趋之若物 只要能采访到他 就不愁收视率 他的影响力在中国可是实打实地持续了许多年 尹义 1979年出生于安徽蹦步 中国职业足球运动员 场上位置前锋 出道火车投队 球员生涯先后效率于北京国安 深圳平安 陕西产霸等多家中超足球队 是深圳足球队2004年 获得首届中超联赛冠军的主力球员 2003年打入14球获得甲A金学奖 李玉速度快 身体硬朗 善于创造破门机会 但门前把握机会的能力一般 每到关键时刻总是掉链子 2003年前在国家队和国奥队发挥出色 后来却状态下滑 在2011年 李玉宣布退役 李玉的刀光时刻是在2003和2004年 在主教练朱广乎以其为核心的打法下 李玉如鱼得水 基本上深圳队的每次进攻球都要经过李玉脚下 然后由李玉选择是分球还是自己带球突破进攻 可以说李玉是雷打不动的主力 不但自己在2003年夺得金学奖 还帮助深圳队夺得了至今为止 唯一一次的中国足球顶级联赛冠军 虽然在2004年亚洲杯决赛中 李玉错失一个单刀球 导致中国国家队实力痛失冠军 李玉还遭到了球迷们的质疑 甚至是声讨 但瑕不远于 李玉在那两年达到了他足球失业的顶峰 在随后的一个赛季里 深圳队却战绩不佳 根本就没有表现出连赛冠军球队的样子 由于巨大的成绩反差 导致球队上下压力很大 并不时的传出降帅不和 队里有球霸的传闻 直到九轮联赛后 球队决定解雇主教练池上宾 当主教练辞职的消息披露后 记者采访到了从基地走出的李玉 开门见山问道 池上宾下课你什么感觉 李玉回答道 天亮了 此言一出 引起球迷无数感慨 有人惊讶中国球员的文化修养如此之高 认为李玉开启了朦胧剧采访的开端 这一句天亮了也让他成为众矢之地 球霸的恶名 自此传遍大江南北 天亮了也成为了网络热门词汇 2005年5月25日 深圳建立宝与水源三星的亚冠比赛中 深圳对力压对手获得了亚冠小组赛的出现权 身为前锋的李毅 在本场表现不错 赛后他接受了一家媒体的采访 本来就是一次普通的采访 李毅不会想到这次采访 却改变了他的人生 因为在采访的第二天媒体给出的标题是 李毅说 我的护球像亨利 亨利是当时的法国足球巨星 在阿森大效力期间 被称为海布里国王 也有球迷称他为亨利大帝 当中国球迷听说不成绩的中国男足球员 吹嘘自己的护球水平和亨利差不多时 一下子就炸锅了 再加上之前的球罢传闻 李毅在球迷中的形象可算是跌到了谷底 球迷对他是骂声一片 每当深圳队课场比赛时 几乎全场球迷都在问候李毅 虽然李毅在多少年之后的采访中说 自己并没有说过我的护球像亨利 其实他说的是要像亨利那样去护球 但不管怎样 没有人愿意去听李毅的解释 人们更关注的还是那句话 我的护球像亨利 之后的李毅彻底破圈了 除了球迷 就连不看球的人也知道中国男足出了个自大狂 号称自己的水平像亨利 网络上除了对他的谩骂和讥讽外 还有不少戏虐和调侃 一时间人人接李毅 就连日后红遍海内外的大师马保国 可能也不得不甘拜下风 而日后民动天下的地板 就是在这期间创建的 先是众网友在百度创建了李毅吧 请言是为了能够在网上找到一个场所 尽情地对李毅全方位的网报输出 之后有人开始称李毅为大帝 原因就是你李毅说自己像亨利 而亨利的外号是亨利大帝 那你李毅干脆也就大帝得了 之后李毅大帝的名号 彻底传遍了大江南北 连百度的李毅吧 也正是更名为地板 在地板里 网友们对李毅的嘲讽 是一发不可收拾 把对中国男足多年的不满 全部宣泄到了李毅头上 其中极大成者 就是有人仿照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 给李毅也写了个人传记 叫大帝本记 联谊者 安徽人也 共和小平三年五月念六日 义庚者李氏信劳于田 诗清空 平地乍雷起 张皇四顾 引荐苍龙盘于天际 旗下有一强宝儿 喜慎 岁十一也 即李姓 李富年于五旬未偿婚 协议由于乡间 乡人一职 侧目称仪 久之 世人皆以为李子之名也 未曾置自 李毅被一点点的娱乐化了 也彻底的被骂红了 大帝 天亮了 我的货球向亨利逐渐变成了日常用语 后来据李毅自己说 不管他去哪里 大家称呼他为大帝 连每天一起训练的队友 也开始叫他大帝 他自己想不通 为什么大家要拿他开转 他究竟做了什么最大恶极的事 要被大家这样的调侃 由于舆论长期对李毅的恶搞 以至于他心里出现了问题 导致李毅的竞技水平出现了下滑 在随后的比赛中 虽然李毅常常首发 但却总是犹豫不决 经常错失良机 像个无头苍蝇一样的满场万跑 这样的表现自然逃不过网民的眼睛 对他慢慢调侃的就愈加激烈 以至于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很多年 李毅也逐渐从深圳队的铁打主力 变成了替补球员 最后为了有球踢 不得不转回到陕西对校里 但这并没有改变他下滑的竞技状态 虽然在陕西偶尔能上场比赛 但作为前锋球员 却不能取得进球打开局面 甚至有出赛14场零进球的尴尬记录 虽然李毅被骂了很多年 但换个角度想 其实大家也关注了他很多年 大家都看到了他如何从国家队的首发球员 林洛维在俱乐部都很难出场的替补球员 甚至被当时陷入宝吉尼潭的深圳队放弃 之后不得不北上陕西 就为了能有在中超出场的机会 而地把的网友们在这几年中长大了 走入了社会 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 体验了五位杂臣的人生百态 而地把里大家讨论的话题 也从单纯的讥讽调侃李毅 转变成了民生 幽默 恶搞 情感 社会热点事件等话题 基本上涵盖了中国社会的诸多热点和热门现象 很多网络流行词汇也都出自于地把 咬斯 高帅富 白富美 矮丑琼 阿帝王 你懂的 高级黑 鲁蛇 黑墨尔 抱吧 逆天 逆袭 卖蒙 内涵 拍砖 你知道的太多了 切磕闹 做死等等词语均出自于地把 地把的网友也发现 当初调侃谈谩骂的李毅 这些年并没有制止或者反击地把网友的言行 挨了这么多年的骂他居然什么也没做 一个人居然默默地承受了 接受采访的时候还会时不时地自黑 甚至李毅自己也跑到地把和网友互动 地把网友突然觉得 李毅虽然心知口快 但这个人好像不错 有的网友甚至说 黑李毅都黑出了感情 看着他从高峰到低谷 从主力首发到无人问津 被球队放弃 看着他为了一个能上场比赛的机会背景了一项 低头 不虚 奋斗 这像极了生活中的你我 为了改变命运而全力以赴 去争取一个个微小的机会 地把网友对李毅有了强烈的身份认同感 因为他们在李毅身上看到了自己 这时地把的网友已经不仅仅是球迷了 很多不看球的网友也都涌了进来 地把网友希望与主流人群区别开来 在表达对社会事件的看法时 他们常用的方式是 嘲讽 反话 恶搞 PS 自非等 他们共同的价值观是 没有什么不能黑 但所谓权威和明星我们绝部分 他们热衷于用一种网络化的 逗逼而强烈的方式参与社会议题 表达自己的观点 论坛时代流行的刷板 被升级为爆发 出征 这些给予了他们强烈的参与感和满足感 屌丝逆袭也成为了地板的精神图腾 网友们是为了黑李毅而聚集在一起的 但渐渐却开始为李毅面对嘲讽 坚韧乐观的精神打动 对其心生敬意 舆论开始出现了反转 李毅两个字的内涵 已经远远超出了足球的范畴 在众多网友眼中 李毅就是屌丝逆袭的代言人 李毅还被邀请与林志玲一起拍摄了电影 《101次求婚》的预告宣传片 网友《冰王》的制作公司 也特邀其作为游戏的代言人 这两部作品都是关于屌丝逆袭的 有一次李毅接受记者采访时 他说道 什么是逆袭 就是坚持 不懈的坚持 我觉得屌丝逆袭不是一个贬义词 我认为它是一个褒义词 因为我也是这样过来的 我通过努力能改变自己 我希望通过这个词告诉他们 屌丝不可怕 可怕的是做一个不敢逆袭的屌丝 我们可以自嘲 但是不能自暴自弃 成功不是成为比尔盖茨 使欲助这种大牛 这不是属于大多数人的成功 而是属于少数的 什么是逆袭 是你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 获得了自己的一份职业 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让自己的人生观 世界观得到了一定的改变 李毅在2011年宣布退役 之后进入了深圳队 河北队四川队的教练组 开启了教练生涯 期间还做起了足球解说嘉宾 而百度地霸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没落 但是不管怎样 地霸终究还是在中文互联网历史上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当年的那群地霸网友 依旧在用他们的声音 来诠释那人为消亡的地霸精神 歌不在江湖 但江湖却有歌的传说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帮我点赞订阅 如果你有任何想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 我是胡然乱语 我们下次见 拜拜